选战最前线来看的是嘉义县 那么候选人不止这个强攻选票 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 这些越南的新住民 因为光是水上香就有一千多位 越南新住民有一千多票 那么候选人也因此请来外籍新娘 让他们来开宣传车 用越南话来广播助选 拉近和新住民之间的距离 宣传车满街爬爬灶 但开车的可是从越南 嫁来台湾的新住民哦 对照顾我们 以及我们的小孩 所以12月5号 我们大家要带身份证 印章 嫁来台湾六年 用着学会的国语 帮候选人放送 既然锁定的对象是越南新住民 亲切的越南家乡话 当然不能少 嘉义县光是水上香 就有一千多位越南新住民 候选人不敢小看这些选票 特别请来越南新住民帮忙助选 对于没有选举的越南人来说 挺新鲜的 那为什么要来开车暖车啊 每个人都说他已经住了 我只要为越南新住民 没有工作可以做 这一天可以赚多少 一天一定是多吧 越南新住民又越南话助选 下次在街上听到别觉得奇怪 选战进入白乐化 每一张选票都是至胜关键 昨天新闻猴公文张于昕 嘉义报导